131 明報 2015年7月13日富康時代D05法證 除不誤矮而這星期 一隻手要寫國寬法 一隻手要賣人不配有陳文敏這樣光鋒制月的學者為大學行政服務 還有很多東西看不過眼 又氣又急 但心中 與正想寫的是近來常年不好似X國小說 凡厭世上的紛爭 因為最賞心的刑事一個人應如何安身立命 其實國刊法只有幾句要說 第一是袁國強誤導市民 說什麼國刊法不在附件三就不對特區實施 說什麼刑法一般無境外效力 實情2003年我們審議第23條立法 甚至更早前 移民過政府 得指中國刑法中嚴重者一般有境外效力 中國籍公民在境外抵觸 不論有關行為在當地法律是否合法 中國也有權按其刑法控告自罪 問題只在引導回國受審 但如果你自動入境大陸 那就沒有引導問題 既否呈長當年怎樣入罪嗎? 他的罪狀 事在香港收買國家機密 賣給台灣情報組織 前老大貧返回大陸 其中一次就給拘捕 罪成 坐了多年監 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司法管核權及移交 非國與國不然引導 1998年後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服務事務委員會爭辯 及查夠多年 當局不了了之 但至今刑事頭上一把刀 2003年 特區政府推23條立法 除了半國罪只有中國公民才能觸犯外 幾乎條條大罪都定命香港永久居民可能在境外觸犯 不信 請看當年23條關注早派發的小賊子男子草案有什麽不好 問問袁國強怎看? 其實 我都不明白他有何專業資格解釋中國法律 可以輕率地安撫香港市民 不談 已談多了 但罪老伙的是受過高深教育之輩也疏於自己尋求真相 不是甘願意以代目 就是大條道理叫人認明 說什麽中央港強權而非法律 國抗法說什麽也不重要 這種態度又現實又省事 但我不認為是讀書人的當為 到最後 要看自己要做什麽人 無人見之處 是否自己的尊嚴也叫人黑幾復禮 是否不論成敗 你也要以天下為己任 你每天面對的是世俗的毀儀 還是自己的真性情原則和信念 星期一見報